清潔隊人員邊敲邊挖出一坨又一坨結塊或是半結塊的水溝激泥 為了防治可能出現老鼠傳染和他病毒 以及消滅臭味和順暢水流避免下大雨時積淹水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接受市民陳情 特地爭取基隆市環保局清潔隊七堵班 針對七堵南新市場周邊水溝進行清淤的工作 楊秀玉也呼籲攤商和民眾一起落實 防範滋生老鼠傳染病毒的工作維護環境整潔 七堵南新市場算是基隆市最大的一個傳統市場 那這邊的人流包括雙北的這些採買的消費者都會到這裡 那我們的水溝也好包括我們這邊南新市場 就是整個環境衛生環保局 它幾乎大概一年都會來清理一次 那謝謝我們南新市場自治商圈的 我們的李李市長 他特別的交代我說是不是跟環保局那邊協調一下說 針對我們這水溝這個暢通的問題來整理 那因為我們知道說這個水溝真的很重要 因為這個水溝如果不清的話 可能會滋生一些黴菌 那也可能會對我們這個 我們鄉親的一個健康會有所影響 當地鄭光商圈理事長李福順和住在當地的七堵區體育會理事長李永亮 都非常感謝副議長楊秀玉的協助 清理乾淨有一個乾淨的環境可以做生意 客人 顧客分比較常來我們七堵市場 南新鄭光商店來買來採買 謝謝我們副議長的幫忙 水溝的一個清理活動能夠提升我們市場的一個整潔跟乾淨 再次也再次的感謝我們副議長和理事長在我們地方的用心 謝謝 由於基隆市之前曾經出現和他病毒的感染案例 大多是藉由老鼠的分泌物或是體液 經由飛沫傳染給人屬於人畜共通的疾病 基本上不會人傳人 但是食物容易蓄積的夜市市場和餐廳 都屬於老鼠容易出沒的地點 因此維護環境整潔就非常重要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